美股大盘盘整回调 昨天尾盘为什么跳水 散户投资者却涌入meme股 小盘股和大盘股 正在经历20年以来最大的分化 中国经济似乎在企稳 日本和瑞典央行意外释放了新的信号 苹果的AI战略即将公布 我们就来做一个前瞻 英伟达反Cuda联盟即将成立 威胁几何 今天的新闻内容比较杂 但都又比较重要 阿吉就带大家一个个抽丝剥茧 来看看对我们投资的影响 今天的市场走势平稳 尾盘突然拉升 最终三大股指全钱收涨 倒置大涨1.22% 标普百上涨0.86% 板块方面 今天所有板块都上涨 公共事业和房地产板块涨超2% 通讯交流涨幅最小 仅为001% 对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阿吉想提醒一下各位 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 调整成全部 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吉的任何视频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首先 我们来梳理一下 当下没鬼的情况 回答昨天 尾盘为什么突然跳水 按照彭博的说法 昨天的跳水 是机构记录末再平衡的结果 不足为惧 摩根斯坦利就指出 标普500 今年前三个月 已经涨超百分之十 大幅跑赢债券 于是各大养老金 必须在季度末 卖出220亿的股票 再买入170亿的债券 才能够让资产配置比例 恢复到规定水平 再平衡的同时 市场各方也在辩论 接下来的美股 是会继续上涨 还是面临一定的困难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美股大盘连续上涨了5个月 而这样强势的表现 在过去24年 只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2013年 一次就是现在 Truist Advisory Services的策略师 就认为 美股整体的结构没有改变 未来还会继续上涨 而中间时不时就会有回调 他建议投资者按并不动 跟着大趋势走 就能够获得不错的回报 今年以来 科技股依然领先大盘上涨 不过整体市场宽度有所好转 涨势开始蔓延到 大宗商品和工业股票 但即便如此 今年标普白的走势依然很集中 60%的涨幅 由6只个股贡献 分别是英伟达 微软 Meta 亚马逊 里来和博通 从估值的角度 美股也并不便宜 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特别是由英伟达领先的芯片板块 彭博统计就发现 费城半导体指数 目前的市销率大约为8倍 创下20年以来的新高 而作为对比 标普白的市销率仅为3倍左右 芯片板块 甚至比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还要贵 美国银行的资金数据就显示 截至到3月22号那周 机构 散户和对冲基金都在竞卖出股票 也就造成了股指回调 而之所以大盘没有跌得更狠 则是因为企业们的回购导致的 这些资金撑住了大盘 撑住了价格走势 而正因为如此 所以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 美股大概率还会继续上涨 Fanstrad的分析师就表示 美股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 依然很有吸引力 未来并没有足够的风险 会导致更深的回调 4月中 标普白上攻5400点 有着不小的可能性 Piper Sandler的分析师则认为 下看50日均线 这样5%左右的回调会很健康 50日均线现在在5000点附近 阿基也认为 未来能够引起美股深度回调的风险并不多 即便美联储今年只降一次息 市场也可以解读为经济向好 进而继续上涨 而估值的高低 其实并不影响短期的走势 高估值只会挤压未来的长期回报 从短期走势来讲 更关键的还是要看 有什么意外的数据或者事件 会冲击软着陆和美联储降息的投资逻辑 另一边的市场 则显示出了一定的疯狂苗头 散户们开始涌入Meme股 彭博报道称 周一传统Meme股 GameStop就暴涨了15% 两家话题性极强的社交公司 Reddit和特朗普媒体公司 都暴涨了30% 而交易数据显示 这些个股都是被小仓位的期权给推起来的 表明了散户的参与 GameStop的交易 归结为散户赌财报 周二公司的期权交易量 创了年内高点 但盘后财报公布后 股价就暴跌了18% 营收和美股盈利都低于预期 特朗普公司则在周一 录得了年内第二高的期权交易量 最高的年内记录就在上周五 Reddit上市首日的期权交易量 就突破了9万张 看涨期权远远多过于看跌期权 周二开盘近三个小时 9万张的记录就被打破 不仅仅是Meme股 散户也大量买入指数的看涨期权 彭博就指出 标普派的看涨期权 要比看跌期权贵多了 Stone X的全球策略主管就表示 如果对比 应该对比2021年的夏天 上周的美联储会议 非常的鸽派 每个人都收到了清晰的信号 无疑是锦上添花 阿吉认为 如果AAL形成泡沫的话 大量IPO涌入市场 而且各个都暴涨 可能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 目前来看 只能说投机的情绪在升温 但还不至于疯狂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关键的分歧 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 今天金融时报就写到 美国小盘股和大盘股 走持了20年以来未有的巨大分歧 具体来说 自从2020年以来 小盘股罗素2000 仅上升了24% 但标普500却涨超60% 这样分化的表现 就严重挑战了投资者 对于小盘大盘股 回报的长期历史规律 通常会被认为 小盘股一旦涨起来 因为体量小 所以更容易跑赢大盘股 可惜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高盛一位配置小盘股的 经济经理就表示 小盘股投资了30年 但我开始慢慢发现 自从2016年以来 没有什么大资金 涌入这个板块 你需要更多贪婪的市场情绪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收购并购 更多的IPO 才能够让小盘股起飞 那么什么时候 小盘股才会出机会呢 大多数分析师的答案 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美联储降息 金融时报指出 罗素2000公司们的债务 平均来讲 有40%是短期 或者浮动债务 这就让他们有了 庞大的现金压力 和再融资风险 四季度大约30%的小盘股是亏损的 盈利同比下跌了17.6% 反观标普500 盈利则上涨4%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 盈利能力是影响小盘股的关键 瑞银的美股投资主管就表示 条件正趋于成熟 上周鲍威尔就重施了年内降息 点阵图也保持三次没有变 资金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 金融环境也逐渐宽松 高收益债和股权融资正在持续上扬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耐心 阿吉认为 现阶段配置一点小盘股 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 因为最近标普版的估值 被AI拉了起来 所以相对较贵 未来的回报空间大概率也会更低 而美联储降息是比较确定的 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 AI如果急于颠覆性 也一定会刺激到小盘股的业绩 所谓来小盘股的业绩好转是可期的 接着我们跳出美国 来看看中国、日本和瑞典的一些新闻 首先是中国 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2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为9140.6亿元 同比增长了10.2% 而2023年全年 工业企业利润则同比下跌了2.3% 路透社就表示 这彰显了中国的经济 正在逐渐企稳恢复 其中 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上涨0.5% 股份制企业利润上涨5.2% 私营企业为12.7% 而外商以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利润则上涨31.2% 利润增长的行业 主要是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 同比上涨了2.1倍 其次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上涨了近70% 有些金属冶炼为65.5% 纺织业和汽车业也有超过50%的利润增长 ING大中化地区的经济学家就评论到 今年年初工业产出已经出现了好预期的意外 这份利润增长的数据就进一步说明了 我们正在看到中国的经济走出低谷 如果制造业的恢复持续 那么将有助于完成政府的增长目标 但是提醒到更多刺激和支持性政策 还需要继续出台才能够维持现代的动能 紧接着是日本 今天日本央行委员会的成员 田村直述就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 发表了关于一些利率前景的言论 而市场普遍的解读是 他的言论属意外的放割 根据路透社 田村属于银行的鹰派成员 在上次加息决定投下了赞成票 但却在采访中强调 日本央行必须要缓慢而稳定地实现政策的正常化 虽然有说如果通胀压力进步上涨 不排除央行会进步加息 但话锋一转就说到通胀压力上涨的风险很小 而且重点是 他表示央行并没有为未来加息定下条件 这其实可能属于采访中最鸽派的一句话 采访前 市场就想要试图从田村的口中 得到下一次加息的一些蛛丝马迹 而这句话无疑是打消了投资者的担忧 透露了目前日本央行的立场 而这个立场就是不急 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是 日本央行自己也不知道下次什么售价 以暗示现在日本央行认为 股内通胀威胁并不大 田村还强调 在他看来 日本央行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把利率加回到有影响力的区间 也就是加息能够抑制经济和物价 降息能够做到刺激的水平 日元在田村说完话后 就硬胜下跌 今天跌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报151.97日元兑亿美元 日本接近收盘阶段 政府高层就举行了会议 市场就猜测 可能是要应对这段时间 日元的颓势 果不其然 官员们就进行了一番口头的防御 日本财务省傅大臣就说 我们确认了日本经济出现了良性循环 最近的日元走势 并未反映基本面 近期日元走软的背后 有明显的投机因素 不能容忍外汇市场的投机行动 政府会高度紧急密切地关注 外汇的波动情况 不排除采取任何措施 应对无序的外汇波动 最后则是瑞典 今天瑞典央行如预期保持利率不变 但是放了相对鸽派的信号 表示如果通胀继续朝着2%回落 央行大概率可以在5月开启一系列降息 自从2022年通胀突破10%以后 瑞典的通胀就在稳步地下滑 目前已经非常接近目标了 为2.6% 这样的数据表现也让市场预计 它很有可能是瑞典之后下一个降息的央行 交易数据依然显示 市场预期瑞典央行5月份降息的概率为50% 年内降息的次数为3次 当然瑞典央行也提醒到 要小心 表示他们不想走得太快 导致通胀反复 今天暂停的决策 是为了进一步确保通胀是稳定 而且是会下滑的 不过 绝大部分的瑞典分析师都认为 通胀的下滑速度会比央行预期的要快 预计年底利率会从4%下滑到2.5% 总共降息6次 过去几个月 瑞典央行的立场几乎是180度大转弯 11月的时候 还在警告未来可能还会加息 但马上到了2月 就说上半年有机会降息 也就是说 如果有数据支持 并不能够排除瑞典央行 立场会变得更加宽松 阿吉就认为 日本和瑞典央行的鸽派言论 无疑是强化了 今年年内流动性加强的预期 这对所有的风险资产来说都是个利好 但可能有一个侧重点需要注意 如果各国因为本国经济疲软 而更激进的降息 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让美元走强 而美元走强 比如现在 对美股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可能会造成短期的风险 值得注意 下面来看各股消息 6月10号将会是个关键的日子 因为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将会举行 而届时 成千上万只眼睛都会盯着 但这次的重点 并不是什么新产品 而是公司久违的AI战略 知情人士就透露 今年的大会没别的 就会专攻AI 和往常一样 开发者大会 苹果会推出最新的软件更新 但这次的更新 备受期待的就是它的AI成分 之前就有不少报道称 苹果内部的软件开发部门 已经被高层要求 操作系统乃至苹果自带的APP 都要尽可能地加AI 被员工们称之为 最具野心的一次软件革新 那么既然话都放出去了 这次苹果是否能够满足期待呢 彭博就说 这次大会并不会公布苹果自己 像CHATGPT一样的大型语言模型 更多是小的 对生活有用的AI功能 对于大型语言模型 苹果已经和谷歌和OpenAI接洽 希望能够达成合作 用户可能更关注的是 有了AI之后的产品体验 而华尔街的分析师们 则想要通过这次会议知道三点 第一点是 AI更新后的操作系统 会适配什么样的iPhone 是否能够刺激公司的手机销量 第二点则是 苹果有没有利用AI 开发出新的输入渠道 强化它们服务的增长 第三点则是 会不会透露 和谷歌或者OpenAI 合作的进一步消息 具体的合作方式会是怎么样的 当然 开发者大会如果合作 可能更多是通过软件功能 或者预告的形式来展示 并不会涉及背后的利益往来 阿吉倒是对于这次大会的期待 不是很高 主要是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 苹果很难在第一次会议 就公布什么令人震撼的AI应用 根据这几年的经历 苹果发布会 通常都会以插钱人意 或者有些失望告终 股价也一般在当天 不会有什么好的表现 但接着 用户就会开始觉得 发布的东西还不赖 所以公司的业绩就上去了 我猜测这次 大概率也是如此 另外从投资的角度 想要知道新的AI软件更新后 到底能不能给苹果促销 还要等到销售数据出炉之后 才好做判断 所以或许彼此这次开发者大会 大会后的销售数据和财报 对股价可能会有更重大的影响 另一边 如日中天的英伟达 即将面临它第一个重大的挑战 高通 谷歌 英特尔等其他科技巨头 正在成立联盟 要联合挑战英伟达的霸主地位 据媒体最新的曝光 他们的计划是 解除CUDA和开发人员之间的绑定 CUDA之于英伟达 就如同iOS之于苹果 是护城河最为核心的一部分 据统计 全球超过400万开发人员 依赖英伟达的CUDA软硬件 协同系统 构建AI应用和其他程序 通过CUDA架构 开发人员和软件工程师 能够更有效地利用 英伟达的GPU算力 协同软硬件资源 一提高计算密集性任务的处理速度 也正因为CUDA 英伟达在GPU的市场 才有那么庞大的占有率 近期 高通的AI和机器学习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他们正在向开发人员 展示如何迁移到英伟达以外的 一个开源项目 这个项目 是由科技公司们 联合成立的财团 UXL基金会投资的 计划开发一整套 可以横跨 多种AI加速器芯片的软件和工具 旨在让代码能够在任何的硬件上运行 不受芯片类型的限制 而这个芯片类型限制 毫无疑问就是在暗指英伟达 UXL技术引导委员会 目前正在着手 确定今年上半年的技术规范 目标是到年底 使其成为一项成熟的技术 这里需要构建一个稳固的基础 以便纳入多家公司的贡献 并确保平台 适用于任何芯片或者硬件 除了上面几家发起的公司 UXL还邀请了亚马逊 微软和更多的芯片厂商参与计划 长期来说 UXL这个平台最终也能够支持 英伟达的硬件和代码 除了科技巨头们 积极地试图打破英伟达的护城河 小的初创企业也在预与预示 根据PitchBook的数据显示 风头和企业已向93个不同的项目 投入了超过40亿美元 而这些项目都在挖掘英伟达软件的弱点 机构数据显示 对标英伟达的初创公司 在2013年抽集的资金超过了20亿美元 而前一年则为5.8亿美元 不过要达到Cuda 达到英伟达并不是那么容易 地图第一咨询公司的CEO就指出 顶尖的开发人员已经使用了Cuda长达15年 围绕它构建了大量的代码 形成根深蒂固的习惯 阿杰认为短时间内 各个公司想要扳倒Cuda有些困难 英伟达也不会坐以待毙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ARM和Risk-5的情况 后者的建立也是因为担忧ARM 在芯片架构当中的垄断地位 所以2014年 谷歌、高通等一众公司 就成立了一个开源组织 可是现在 这个组织并没有对ARM形成重大威胁 可见改变人们的使用习惯有多困难 不过就长期的趋势而言 英伟达也很难保持 现在超过的市占率 这是市场竞争下必然的结果 也是我们投资者 需要持续关注的风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实际输出不易 按照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